货币战争作者,资深经济学家JMRCKALJS近日称,多年来,货币分析师一直在寻找国际货币重置的迹象,这将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据IMF最新报告,美元债全球央行外储份额已经从1999年的高达70%,下降到2018年12月底的不到62%,虽然依然处于40年区间的中间位置,但外储管理者们逐步提高了其他货币的配置。 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还将一直是这样。 事实上,早在1月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几位资深经济学家,已经在该银行网站上撰文警告这种趋势,并令人意外地承认,美元可能会失去其储备地位。 这也许并非巧合。 因为,对于研究过货币历史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美联储经济学家公开承认美元危机的可能性而言。 这是新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近年来,多国已经主动或被迫地转向美元替代品,从而建立一个去美元化的金融秩序。 目前,中俄德法及伊朗等多国,围绕开美元结算石油,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现实步骤,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而除了一些产油国外,放弃美元的第三方货币交易机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最新的去美元化趋势值得关注。 近几个月以来,多国已用不同的方法,在金融结算或商品交易领域,开始去美元化。 比如,俄罗斯正在以2011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在倾销美国国债,并置换黄金。 最新进展是,据彭博援引欧盟释出的在全球市场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提案显示, 欧盟在2019年将为人由建立欧元定价的基准价格。 同时,德法英三国也正打造一个独立于美元的货币清算支付系统,以帮助伊朗继续从事贸易。 稍早前,据俄梅2T称,俄在和伊朗的能源贸易中,也将全部支援本币结算。 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为应对高油价和石油美元风险,也提早进行了布局。 据路透社日前称,因美元将在5月,限制伊朗石油结算,印度将采用一种基于卢比的支付机制,从伊朗进口原油。 不仅于此,在早些时候,印度报纸Mint援引讯息人士称,印度正在研究同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采用人民币与卢比结算的计划。 而为应对接下去,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金融制裁。 伊朗央行更是在2018年11月宣布将人民币列为三大主要换汇货币,并取代了原来美元的位置。 所以,重新建立国际清算系统,就是去美元化的途径之一。 而中国除了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正在削弱石油美元的市占率外。 人民币更是升级推出了一张跨境支付王牌,CIPS,截止1月。 该系统业务范围,已覆盖162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和规模的扩大,不排除这张王牌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全球交易系统。 最新进展示。 据俄媒2T3月底报道称,俄罗斯银行已经加入了CIPS。 与此同时,金砖五国还计划打造一个统一的支付系统Brixbase,并利用五国自有的支付系统,方便消费者进行交易结算。 在稍早时,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称,中俄印等金砖国家,也正在建立一个世界实物黄金交易系统。 已绕开以美元定价的欧美黄金交易市场。 不仅于此,并且这些国家和人民币,也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货币联络。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已经与俄央行就发展联合黄金交易系统,签署了备忘录。 并且专案将于今年接下去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实施。 另一面,目前,全球央行也正在快速建立黄金储备。 达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挂钩那年的购买总量,约651吨。 且目前这种购买热潮,还在继续中。 全球央行更持黄金趋势图。 因为,现在的美元没有黄金支援。 美元掌握在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自1971年以来,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的兑换汇率,已经下跌了50%至70%,兑换黄金的价格,更是下跌97。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议员亚利克斯·穆尼,在众议院大胆地提交了一项新提案,试图让美国的货币体系,重新吹回到金本位制。 虽然,目前有关美国议员提出的恢复金本位的讨论,还只停留在战略层面。 我们也不知道,穆尼提出的恢复金本位方案是否将得到通过。 因为,并没有干净的新闻来报道。 但仅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多国及对货币有真正认识的人来说,对黄金的兴趣正在持续发酵。 不仅于此,目前,全球一些央行也开始关注本国存在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等地的海外黄金储备的安全问题。 据俄美2T网站2月称,德国央行在1月初,想再次检查该国存在美联储余下的1236吨食物黄金储备请求时,却被美联储以意图不明拒绝了。 而这也再次触发各国,存在海外的黄金储备的关注。 现在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近月以来,已经有包括匈牙利。 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央行宣布,要提前运回此前存在美联储地下金库中的15黄金储备。